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人物杂志也将他评为全球最美武士人之一 当之无愧的亚洲洲草 但在如此之多光环之下 尊龙拥有着无比悲惨的童年 林青霞 王祖贤 林希雷等女神为他痴迷 他却因错失沉冲而自责半生 1952年的秋末 香港街头已经有些许含义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微风浮在脸上舒服而又惬意 但对于一位刚到香港的异地女子来说 却有一种萧瑟的孤寂感 这位女子刚刚生产不久 她怀抱中抱着的孩子 长相可爱精致 任谁都会看一眼都觉得心生欢喜 然而因为食不果腹 女子无奈直下最终是决定将这个漂亮的孩子遗弃 为了不让孩子动着 她把孩子放在一个篮子里 趁着天色降临 摆在了香港街头一个醒目的地方 就这样一位来自异乡 故里在上海 未婚且身体有所残缺的妇人 发现并将这个孩子抱走 她也成为了这个孩子的养母 当然收下尊隆并不代表养母没有私心 在那时香港的领养者 可以获得政府发放的津贴补助 母子俩就靠着这份补助艰难的生活者 因为钱少嘴多 尊隆从小就没有吃过肉 大部分时间都在吃面团 只有日子烧好一点的时候 才有酱油泡饭 十岁那年 养母实在拿不出钱供尊隆读书 恰巧这时身边有人建议 看尊隆这孩子长得不错 就建议养母送她去戏班学艺 从此尊隆进入了香港春秋剧社 开始学习京剧 吃住都在剧团里 其实养母并没有多爱尊隆 在收养尊隆的那几年里 养母经常对其大打出手 有一次养母甚至还把尊隆 带到车站准备遗弃掉 但最后又出于不忍 把尊隆带回了家 但对于尊隆来说 养母给了她新的生命 所以后来尊隆一直赡养养母 她曾说 我非常感谢她回头又把我带回去 她给过我一碗饭 半个咸鸭蛋的童年生活 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实际上要进入戏院的尊隆 苦日子还没有结束 上世纪六十年代 进去院里的孩子 都是被父母卖掉的 他们大多甚是凄惨 家庭不是破裂 就是穷的叮当响 这些孩子进入戏院之前 就被要求牵下生死器 简单点来说 就是死活 全品甜命 就算是学习时累死 饿死或者被师父打死 都是常态 也因此 在戏院里的尊隆 跟其他孩子一样 经常遭到师父的严苛教训 学得好能吃饱饭 学得不好就只能吃鞭子了 而且除了老师之外 身边的孩子也总是 不可避免的出现 有一次 尊隆被大他几岁的同门 打破了头 没钱看衣饰 只能让财富直接 身逢 那段痛彻心扉的感觉 尊隆从来没有忘记过 他的额头至今 也有个伤疤 无法抹去 不过尊隆 是个重感情的人 对于师父 奋菊花先生 尊隆一直十分尊敬 成名后的尊隆 回到香港 与师父相聚时 还当众感谢其 培养出自己的恩惠 1970年18岁的尊隆 迎来的人生 重要的转折点 彼时摆在尊隆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香港 少市营业 为他开出的十年戏约 虽然薪酬不算高 但顺在稳定 算是个铁饭碗 包括师兄 林正英 当时就选择此 而另一个 则来自一对 美国夫妇的 无偿资助 好处是尊隆 可以在美国社区 大学深造 但除了学费之外 别的什么 都得靠尊隆 自己想办法 对于大部分 普通人来说 前者似乎更有优势 但对于尊隆来说 他几乎没有任何思虑 便选择了后者 毕竟在尊隆的想法中 香港是一个 不值得留恋的地方 这座灯红酒绿的城市 带给尊隆的 也全是不好的回忆 就这样尊隆 踏上了 去往大洋彼岸的飞机 说到这里 其中还有一小段故事 当时尊隆没有正式的名字 戏院里的人 都喊他为Johnny 但上飞机 需要正式的姓氏 于是 帮他买票的人 就随便取了个名字 叫做郑国梁 这也成为了尊隆的正式名字 之后尊隆到了美国 为自己的英文名字 Johnny后面加了一个单词 Lan 这个单词 试一试单轻孤独 但中文英译和丹麦语中 又是龙的意义 所以尊隆这个名字 就这样出现了 后来尊隆自己也说 之所以取一个龙字 也是想要时刻醒醒自己 是龙的传人 出到美国 尊隆的日子过得不太舒心 一方面是人生地不熟 另一方面就是手上确实没钱 比如到餐厅洗盘子 送餐 再到迪士尼 卖零食等 只要他能干赚到钱的事情都可以 1972年 尊隆在学校认识了一位 日本意大利的混鞋女孩 两人很快就确认了关系 不久后尊隆与他登记结婚 真正意义上有了爱人 亲人和家人 可惜的是 由于互相之间理念差异 加上文化的碰撞 仅仅七年后 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感情路上不顺遂 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尊隆 在艺术道路上的追求 在这期间 尊隆通过一个全美 只有两个名额的剧团 应试考核 对方还给他开出了 三年的聘用合同 但尊隆思虑再三 为了提高自己的表演素质 他写绝了对方的好意 随后尊隆便勤工俭学 如愿考上了美国戏剧艺术学院 1976年尊隆在由杰西卡兰格 主演的冒险片《金刚传奇丑生》中 饰演了一位中国厨师 而正式粗道 在事后几年时间里 尊隆陆续出演了多部电影 虽然戏份不多 但他一直乐在其中 1980年低调勤奋的尊隆 被日本导演松信相中 并邀请其主演了 由黄哲伦编剧的舞台剧 FOB 随后尊隆在舞台剧行业 一直待了四年 第一年 他就凭借自导自演的铁路与舞蹈 获得了第25届 奥比奖最佳表演奖 1983年尊隆又自编自导 自演了舞台剧《音响》和《美女》 获得更多关注的同时 他也登上了当地的报纸头版 成为了百老会里小有名气的演员 也是在这之后 尊隆进入了华裔经纪人 黄美玉的视线中 彼时黄美玉在美国 已有一家知名表演经纪公司 先后帮助了陈冲 乌军梅 刘雨玲等女性接戏 1984年尊隆的经纪人 黄美玉的帮助下 接到了人生中 第一部主演的电影 《冰人四万年》 在这部电影中 尊隆不仅贡献了 深一般的演技 还不惜半仇 为呈现最好的电影效果 包括尊隆在接受采访时 也说 这部电影是他第一次担任主演 也是他自己最看好的电影 更是他自认为 演技最好的一个角色 只是可惜的是 因为这部电影的商业性质 在当年不仅没有引起态度的关注 票房成绩也是一塌糊涂 但值得清醒的是 在这部电影之后 尊隆的演技 吸引了著名导演 麦克尔·西米诺 彼时 麦克尔·西米诺 正在筹拍新电影《龙年》 对于电影中饰演 唐人街黑帮老大的人选 一直悬而未决 尊隆的出现 好像令他抓到了尊隆稻草 而对于尊隆而言 这部电影也是真正 让他开始走向国际的重要一环 1985年 《龙年》上映 虽然票房失利 但口碑上加 尊隆在电影中 天生贵习的上相权方面 得以展现 就连一项苛刻的西方媒体 也忍不住 称他是 美国影史最帅的黑帮老大 随后尊隆就凭借此片 入围了第43届 美国电影电视金像奖 所以叫电影男配角奖 而与之前的故事 如出一折的是 《龙年》上映之后 还意外解救了 正在筹拍新电影 找寻男主角的 意大利著名导演 北托鲁奇 就这样1987年 尊隆再次主演电影《末代皇帝》 并且他也是电影中 唯一的男主角 这部电影在影坛 造成了轰动的效应 并在第60届 奥斯卡金像奖中 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奖 在内的9个奖项 有人说尊隆 未能提名奥斯卡影帝 因为他的皮肤所致 加上那年 《末代皇帝》 几乎得到了大满贯 于情于理 权衡策略牺牲之下 都应该给其他电影一些机会 对此我们作为看客 无法去判断真 更无法在时隔30余年的情况下 为尊隆喊冤 但在那一年的奥斯卡红毯上 一级风发的尊隆 被主持人介绍给现场 数以万计的媒体 以及全球各地的观众时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尊隆心中涌现出来的自豪感 从一年 尊隆凭借《末代皇帝》 入围第45届 美国电影电视金球 脚最佳剧剧电影男主角奖 从那时开始 几乎全世界的媒体镜头 都在真相报道尊隆 日本媒体称他是 亚洲最美的男演员 劳力是首表 请他担任首个华裔代言人 美国《人物周刊》杂志 将他评为 50个最美人物之一 同时尊隆的片周 也破天荒地达到了 1000万美元 身价地位扶摇直上 不过 正当所有人以为尊隆 要在好莱坞 开启巨星之路时 1991年 39岁的尊隆 却做了一个 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回到中国 关于尊隆回国的原因 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不难理解 尽管尊隆在香港的 童年生活并不如意 但从他为自己取名 龙字 艺名 以及之后提及 一个星期收拾行李回国 看香港回归的举动 都可以看出尊隆 对祖国深切的爱意 当然尊隆之所以决定回国 可能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 当时好莱坞虽然愿意捧他 但除了末代皇帝 这种特定的题材之外 尊隆永远演不了主角 尊隆曾在采访时明确说过 即使自己已经大火 但自己一直找不到 合适的角色 换句话来说 他能接触到的角色 都是一些美国人 愿意给他的角色而已 而这原因之二 则与搭档陈冲有关 据悉在与陈冲合作期间 尊隆对陈冲有了好感 陈冲和他一样 有过一段婚姻 正是内心敏感之际 但可惜的是 陈冲对于尊隆 始终只有友情而非爱情 1991年时 陈冲与心脏科医生彼得相恋 一年后举行了婚礼 而尊隆也是正在 陈冲有了新恋情期间 回到了国内 多年后再度回忆起 于陈冲的这段往事 尊隆遗憾地说 可是他嫁人了 是我没有用 让他跑掉了 而且在错失陈冲之后 尊隆的心门从此便关上了 在尊隆回到香港之际 无数女人为之惊叫 呐喊 甚至包括了许多 臣民已久的港台女神 知名女星林青霞 曾在传记中写道 有一次朋友邀请她打麻将 但因为第二天有戏要拍 她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可当朋友透露 尊隆也要来的时候 林青霞立马改口答应 而为了能够多看几眼尊隆 由此可见 林青霞对尊隆的痴迷程度 而除了林青霞之外 王祖贤同样也把尊隆视为偶像 在某一次颁奖典礼上 尊隆与尊隆一同出席 而王祖贤则在身旁 一双眼睛一直直勾勾地盯着尊隆 含情默默 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尊隆的崇拜之情 此外后来 尊隆在拍摄电影 自娱自乐的时候 当林青霞得知尊隆将主演影片后 便主动请应出演 并数次请导演理性吃饭 最终成功加盟 但事实上 即便如此之多的女神 对尊隆仰慕已久 可尊隆的心中 除了沉冲 早已放不下任何女人了 后来尊隆在接受采访时 也透露 有一位女星曾主动向她告白 而且非常大胆地说 愿意给她生孩子 最后尊隆还是挽救了对方 而对于单身的选择 尊隆说 我不是特别会做人 我没有家 没有父母 没有名字 没有读书 没有童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不大懂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其实在1991年 尊隆回国之时 他大部分的重点 还是放在演艺圈 也是在这一年 尊隆接触到了 陈凯根电影 霸王别姬 当时尊隆的人静 正值巅峰 霸王别姬 剧组为了让尊隆出演 为他开出了 一千万的天价片酬 不过对于片酬本身 尊隆并没有太过在意 相反 他认真研读完剧本后 尊隆不仅表态 愿意自降30万美金的片酬 还直接退掉了 法国电影情人的邀约 尊隆之所以甘愿如此牺牲 一方面是为了 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 另一方面 他自认为 陈凯一跟自己的经历 十分相像 但谁也没有想到 最终这场选角 成为了著名的罗生门世界 时隔多年 外界才了解各种真相 原来是这篇人 徐峰在看到尊隆的造型后 发觉尊隆的五官条件 太过硬朗 与称帖一 阴柔的定位有所出入 加上那会尊隆 一直太重视自己的爱犬 在签约时 还要求宠物狗 要跟他一起 做头等舱回国 且不可以 等海关建议三天 那时候的徐峰 本已经打算 打了退堂鼓 见尊隆提出如此条件 于是他干脆 以此大作文章 随后 徐峰不仅把 马上就签约的合同 搞黄了 还一度在媒体上 大道哭声 四处抨击尊隆 耍大牌 成为了一名罪人 后来成第一 这个角色 也就顺理成章地 找到了张国荣 成就了其影坛地位 而那个时候 尊隆在香港 没有半点依靠 无人能帮他回击谣言 加上他自己 也不善公关 无奈之下 也就放任了流言 此消彼长 或许是因为 在国内的种种经历 让尊隆太过失望 回到美国 客串了几部电影后 尊隆便淡淡地 淡出了影坛 2001年 尊隆尝试 回到国内拍摄电影 自娱自乐 但那时的他 地位早已不可 和当年同日而语 但也是在这时期 尊隆被问到 当年与陈凯歌之间的事情 尊隆纷纷地表示 陈凯歌和制片人 完全不尊重他 他本意只是 想为电影多做准备 结果对方一直 拿他的名气做广告 还总是拿 开给他的天价片酬说事 当然 无论是尊隆 还是当年陈凯歌 和制片人徐峰的说法 到了那时 已经早已不再重要了 在2007年 拍完电视剧 康熙威福 《死访季舞》 以及客串丸 李连杰的电影《游侠》后 尊隆正式退出了影摊 多年来 尊隆长居温哥华 粉丝只知道 他经常会独自遛狗 或去森林里走上一会儿 因为在十多年前 尊隆在加拿大的原始森林里 任养了两棵千年古树 并把他们认作祖父祖母 以此来弥补自己缺身的 原生家庭的遗憾 到了2012年前后 尊隆原本计划 拍摄完电影《杨贵妃》 然而再次因种种因素 遗憾错过 那时候在国内期间 也参加了活动 独自去看了 崔剑的演唱会 这几年来 尊隆很少传出近况 直至日前 已经69岁的他 受邀参加了 诱人的生日宴会 现场他的友谜 或是老友 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合影 可以看到 尊隆还是穿着 以前那件外套 念旧的他 从不舍得忘掉过去 但也不可否认 年近70的尊隆 其实老了许多了 即便身形依然挺拔蛋 大肚胆 已经完全遮不住了 或许在很多粉丝心中 尊隆一直是那副 完美的帅气模样 但时光仍然 无论是谁 都不得不服老 即便是一身辉煌的尊隆 意义是如此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的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给你带来 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